好,那我現在呢,要用GCC來做編譯 用DevC++各位應該都沒有問題了吧 那用GCC通常會比較有問題 因為它是命令列的,而且它預設沒有安裝 所以我這樣子按,各位剛剛做不出來是不是看到這個畫面 對吧,那看到這個畫面你要怎麼處理呢 我們首先要看我們的GCC到底灌在哪裡 我們是使用DevC++的GCC 所以它灌的地方通常預設是在C槽的DevCPP 裡面的BIN這個資料夾裡面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GCC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GCC.ES 這就是我們要的,所以我把這個路徑複製下來 那放到哪裡呢,我要放到控制台 放到控制台的系統 這個裡面有個進階 進階裡面有個環境變數 這裡有個叫PASS的環境變數 這個是作業系統要去搜尋那些執行檔的時候 然後它會根據這個路徑來決定要搜尋哪些資料夾裡面的執行檔 那這裡呢,我們把它加一個分號 然後呢,後面把你的路徑貼進去 就是C,DevCPP,BIN把它貼進去 之後按確定 按確定 按了確定之後呢,就再按確定 OK,這邊都確定就好 這時候你剛剛的這個還是不能用 為什麼?因為你是在它之前開的 它之後開的系統環境變數才會跑進來 所以這時候我們要重開一次命令提示支援 再打一次GCC是不是就不一樣了 好,這時候不一樣了 我們再進去到剛剛的 GCC 好,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同樣的,剛剛第二個範例 同時連結兩個執行檔 輸出到上點ES1 這樣也就可以了 OK,所以請各位剛剛不行的再試一下 再試一下